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妹妹 你起来了 废话 没钱落这儿干吗的 瞧我这最笨的 老四 还是以兴 我怎么醒了 来来来 去去去 老四啊 我就觉得旅长 对老五没几天新鲜的 果不然吧 要说岁数 我看他要老了 要说长的 哪比得过咱们呀 你看 刚进门才几天呀 旅长就不理他呢 我是好妹妹 你也照顾照顾姐姐我呗 你总不能成天 把这旅长一个人用吧 你说你是精还是傻呢 这种事你求我 亏你想得出来 那我求谁啊 有个办法 快说快说 求你娘 我我娘 求你娘把你塞回肚子里 重新生一回 生得招人喜欢一点 你 你骂人不得脏关是吧 我倒问问你 我娘还怎么把我塞回肚子里去 宇佳 笑 我也敢笑 不可以 嫂子留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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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想把笨想走 怎么样 能走吗 能走 什么时候 我这来年了 来年 那孩子都得满月了 我听说赵阳庚这几天对你不错 不是他对我不错 是我对他热乎 还不是为了这肚子里的孩子 万一哪天大起来了 你又不敢认 不 但是宝宝 你这么做是对的 你就得让赵阳庚认为 这是他的孩子 你万一生个男孩了就更好啊 赵阳庚攒了那么多宝贝 这他一高兴不定省赐你点什么 来年我就连人带财我一块钱 就怕不像你想得那么如意 这些天 他看起来好像对我挺好的 可是我老觉得不对劲的地方 他总在我面前摆弄个军刀 眼神可凶了 特别吓人 我真怕 他要是知道点什么风声 那咱俩可就完了 咱们做得挺隐蔽的呀 你倒是放个屁呀 好歹也是个爷们 你当初跟我相好的时候 善忘海誓的 现在怎么这么怂啊 你就是怕赵阳庚要了你的命 怎么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当初绝对不会搭理你 老板 你别急啊 你让我再想想 老板 你不是个爷们儿 你见不起你 老板 老板 你这生气的样子还真可惜 瞧碰我 你要是真疼我 赶紧去买两张火车票 大不了咱们分开走 咱们跑了算了 那你不是这几天 他白在赵阳庚那儿演戏了吗 我不想跟他演戏了 每天跟他睡觉 我都觉得恶心 老板 这个我不想跑啊 不是怕死 你看 我现在好歹也是个营妇 你也知道 我是郑警八百陆军学堂出来的 这全省他也没几个呀 我在这是有前程的 所以这事啊 咱们还是得从长纪 而为将来着想 那我的将来不就是你的将来 它就是咱们的将来吗 要不这样 我今天啊 就到西安去抓紧活动一下 再多点点钱 实在不行 我就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反正这有钱能使鬼灯磨 别让他们抓紧 把我调到大帅身边 到时候 把他找到机会把那儿偷出来 不 这样 咱们就能在一起 又不当我的前程 这不两千七百吗 那你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你娘住哪儿啊 我现在不太不仅是没办法吗 老乔 我还有点家里 快点 不能再用你的钱了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这样吧 我连夜就走 你再等我两天 老乔 就凭你今天这样对我 连你死也值了 凤旅长之命 给吴奶奶送书 张副官请喝茶 吴奶奶 没事 我先出去了 好 害得我找了个送书的借口 要不我实在是进不来 说吧 找我什么事啊 你还没有告诉我 柳天赐埋哪儿了 我的事 你还在想着他呢 既然名单上有他 那就应该有人知道 他死在哪儿了 埋在哪儿了呀 你这个脑子有问题 被猪拱了 驴踢了 那 那战场上死个人还管埋啊 那药埋就埋在炮弹坑里了 打扫战场的人 把那个尸体往坑里一扔 撒点土就完事了 人都死了 你管他埋在那儿有什么用啊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你不用变瞎话骗我 你不用变瞎话骗我 我一定得找着他 我可以知道你能帮我找着他 你帮不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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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别吓唬我 你也别吓唬我 你要想死 我不拦 我拦也拦不住 你这么不听话 你早晚是一死我 你早死你还省得连累我 你不寻死 跟你活得这么闹 还有人想算计 我告诉你 要不是我张机安在 早就有人来害你了 你自己前前后后地好好想想 你非要回门 结果怎么样 你要不回门 柳天四能被抓起当兵吗 还想跑 你骑匹马你就想跑了 要不是我张机安 我表哥一枪就打死你 算你聪明 别人得瞎话 说自己怀上了 可是你也太不懂事了 我姑姑给你的御官衣 你能随便给别人吗 我告诉你 你就这一个举动在府上 得罪一大片人 你要是听我的话 就夹着尾巴好好做人 别折腾了我的吴奶奶 你要是敢不帮我 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表哥 好 你告诉我 我候着你 我让他宰了你 我由着你的性子这么闹下去 我表哥早晚得宰了我 你抓住我一点小辫子 就想要挟我 你忘了 我已经救了你两回命了 好自为之吧 徐凤志 你去哪里 我会了 对不起 我不会啊 没有 我会败的 全是 担心我 我会败的 你 自然是 怎样 对不起 我 我们 光 师父 师父 我求您一件事 麻烦你帮我从这后门进去 我一定好好谢您 你 你怎么谢我 我不能要你的钱 你要想进庙烧香啊 等下午吧 等尊贵的香客走了 你从正门进去不就完了吗 不行 我有急事 我 我必须马上烧香拜佛 不能耽误了时辰 那我也没办法 我告诉你吧 我就是要了你这个钱 也没法带你从后门进去 你自己进去看看去 穿好饭的 出去 你 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这老太婆上个相也带十几号人 二老江子,该干就干吧 好歹这是个机会 总比攻进赵元庚家容易吧 说不干了 我这干嘛来了 阿太,阿太,阿太 太糖了,太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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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奶奶 出事了 吴奶奶 您赶紧去看看吧 家里出大事了 老太太上下回来的路上 遇上了土匪 好几十个人呢 老太太和大奶奶 差点就回不来了 怎么不让土匪 您听见了吗 我一样怎么样了 都回队长身体表算 要不然去进天宣了 废什么话 我问我那箱子都没有 没有 娘 娘她这没事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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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娘 没事吧 儿子 娘差点看不见你 我差点看不见你 娘 没事了 没事了 不哭 这不好好的了吗 今天晚上没有来上香抽签的时候 那签上就说我有血光之灾 都能总信那个 你现在不没事了吗 不是 你敢不信 你要不信娘就没命了 你说 我拿着那签让方丈看了 方丈说不碍似的 只要我多捐点钱 就我贵人相助 我要不遇见贵人 娘就见严 你娘 见严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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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叫着你 我本来想不见你 你不心的 她就在输出 我看你 爱你 掉下 那我看你 我看你 我看你 你救了我的啊 正好碰上 怎么救的 他从天上飞下来 我就把他抱住 贵人抱着我以后 七八个土匪朝我们开迁啊 要不是贵人 我早就被打成筛子眼了 哪人啊 山西 山西 怎么过来的 桃荒 老家那面大汗 在家种什么装剑 我们家不种装剑 那你吃什么呀 袁哥 善贼呢你 我是个教书先生 教书先生 怎么成这样了 家里人都吃不上饭了 哪能还让妈妈读书啊 我就教不成书了 想去西岸寻个亲戚 谁想到半路生命 遇见了土匪 把所有的一切都给抢了 就成了这个样子 我说嘛 见过师妹 那是没见过师妹 听着枪响早尿裤子了 还救人家 娘 别看她穿得破 你们都看看 看看那张脸 笑口装见人吗 兄弟 救了我娘 那就是贵人 就是我们家恩人 炸口了 来 送我一拜 兄弟 姓陈 我姓赵 姓赵 姓赵 娘 听见了 有恩分 也姓赵 恩公 叫什么名字呀 我姓赵 单名一个锁子 我叫赵锁 好兄弟 行了 李大人 盛业 款待赵锁兄弟 是 是 找几身干净衣服 给她兴套换上 是 还得搜索她身 别招进来一个祸罕 律长 这个人来路不明 您要是不放心的话 给靖霞打发走算 去 姑娘能干吗 杨宁这些个白痴啊 就是白痴 让一个叫花救我娘 我们该死 不 我该死 我该死 张院长 换上了 这衣服给我的 对 旅长吩咐的 那我换了 换吗 这位大哥您怎么称呼啊 我姓肖 肖大哥 那我换衣服了 你换吧 请肖大哥回避回避 回避个屁啊 你就不是娘们儿 哪有那么多臭毛病 赶紧换了 这位兄弟 我逃荒到此 已经两个月没有洗澡了 麻烦你给我弄凉桶水来 我要洗漱洗漱 洗澡啊 对 行 大人 给赵先生弄两桶洗澡水 赵先生 要不要兄弟给你凑了胃啊 一笔写我们两个罩子来 好 大兄弟 就是我娘的病 就是我们家的柜子 来 敬你呗 我不会喝酒 这有什么不会喝的 往嘴里倒 干了 来 这就对了 醉 醉 醉 贵人 你说这方丈怎么算得这么准呢 他就知道我今天能遇上贵人 安忍 我敬你一杯 海棠 少倒点 我看出来他不能喝 来 我也来敬兄弟一杯 原配老大 大奶奶 大奶奶 多谢兄弟相救 今天这阵势可真是把我吓坏了 谢谢你啊 要是老太太 让歹人给伤着 那我可怎么担待得起啊 哇 正赶上 武松打虎也是正赶上 正赶上就是英雄 来 我敬英雄一杯 来 喝 老二 二奶奶 我敬安忍一杯 二奶奶 来 我也敬安忍一杯 老三 来 人在咱们家可千万别卖到 三奶奶 三奶奶 喝 喝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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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我了 喝一个吧 好 四奶奶 四奶奶 来 老五 老 老五怎么没来啊 派人叫过了 可能是身体不太舒服吧 咋了 我今天去过她那儿了 老恶心 吃不下东西 闹小病呢 喜病 没事 不是 今天嫁了来了贵客 她不来一下不好吧 再说了 出这么大事她还没给我请安呢 去 叫来 我去叫吧 五妹妹一定是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了 要不然早就来了 让她来 敬赵索兄弟一杯酒 是 你们几个别都站着了 所以吃饭吧 赵索兄弟 吃菜 大五奶奶 让你们叫五奶奶叫了吗 叫了一直叫着呢 可是五奶奶没出来 大姐 你怎么来了 请你来了 老太太和袁庚让我请你来了 哪能让大姐您来请呢 我听说出事了 吓得我差点没背过气去 这不才好一点吗 我这样给老太太去请安呢 那 那好啊 那就走吧 也敢巧了 那人也姓赵 可咱们是一家子 叫赵索 你妹妹 快给老太太请安 娘 听说您今天受了惊吓 您还好吧 多亏了赵先生相救 这不是好好的吗 快 请赵先生一杯酒 是 走 走 赵先生 谢谢你救了我娘 我娘 敬你一杯 母奶奶好 我娘 我娘 好 我娘 我娘 她 天赐 天赐 你没有死 今天要没有赵先生 我就归了夕了 赵先生是我的贵人 帮我挡了雪光之灾 缘分 天赐的缘分 赵先生 干脆您就留在我们家吧 这有合适吗 那有什么不合适 往后这个家就是你的家 对 这个家就是老娘说了算 兄弟 这个家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看好了 就这几个女人 都是你嫂子 老天一定是可怜我 又把你送回来 来 我专门 我专门 放不开 我的家 我专门 我专门 我的家 我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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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要没事我就放心了 我回屋歇着去了 去 酒不喝了 人哪能走啊 坐上 人家赵先生在老家那可是教书先生 这不正好啊 当咱家的孩子生出来了 就让他给咱的儿子当死书先生 行不行啊 兄弟 你个骗子 你是个骗子 赵先生 赵先生啊 你 你是谁 我 我是老太太的丫头海棠啊 您不记得我了 今天一直是我给您倒酒来着 是 您来干什么 老太太怕您喝多了难受 让我来伺候您的 我不用来伺候 你出去 赵先生 您太客气了 来 起来吧 来 起来吧 我奶奶睡了 兄弟 你盯着我睡会儿 还没睡醒的又到幻岗的点儿 真他奶奶困 我看你还是算了吗 没听说今天出头大事儿 万一有人来查业 咱哥俩都得挨鞭子 也是啊 你还没听说 不愿不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找他问个清楚 问个清楚 赵先生 李宗盛 黑灯瞎火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 我哪儿也不去 哪儿也不去 我都跟你半天了 说实话 你到底要找什么地方 茂房 内急找地方方便 房间里没有给你准备马桶 准备了 我 不习惯用 不习惯用 你们那儿的人晚上起夜不用马桶 也用 只是我头一天到府上来不太习惯 能告诉我茂房在哪儿吗 大晚上的 别到处瞎溜达 要是让少彬看见你 八成就开枪了 跟我来吧 八成怎么讲啊 你忍着点 忍着点 忍着点 啊 啊 啊 来来的 咱们这儿一打枪 这救援大兵麻兽都赶到了 不会是咱们这里边出了奸细 你们哥儿几个 是不是走路什么风筝了 二郎家的 这次跟咱们出来的 可都是换过铁的亲兄弟啊 不能 好 好 必须慢着 吵架我 我的赵元光 吵架我 吵架我 可不能啊 可不能啊 吵架你 来 赵元光是出了名的奸诈 今儿白天咱们给他惊着啊 晚上 他一定有防备 立即晓晓去 晓晓去 你说我怕他 咱们兄弟谁都不怕他 可是 他是真闺君的 光这城里的住房就两个团 咱们这些人 这 这 小九你 松高 我只让你怕死 二郎家的 谁怕死 谁是孙子 谁是王八 谁是乌龟王八蛋 谁他娘的生孩子没屁眼 老花说得好啊 留到青山再不怕没陈手 再回老虎山 从长吉一把 几个屁啊 这次下山 没抓着老太婆 我还舍了只眼睛 我有什么脸面灰老虎山 下山的时候 大当家的本来就不同意 你们曾经的不是不知道 大丈夫能屈能伸 您回去给大当家的认个错 不就完了吗 大伙都是袍子的兄弟 他不能怪罪你 回老虎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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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料他们也不会再来 不知道哪波土匪胆这么大 敢接咱们老祖宗 那还有 老虎山的 老虎山 这个凉老虎啊 早晚我得拔了他的皮 旅长 老虎山 要不您先歇着吧 您去哪个院我给您通病一声 那边我也不去 就在这歇了 对了 那赵索呢 那个臭药犯 刚才上茅房找不着急着四处乱跑 对了 他换眼的时候破衣服 我检查过了 啥也没有 应该不是奸行 娘的救命恩人 我应该报答他 他的底细 我也得摸清楚了